那么这个箭头函数可以这么定义 ADD等于一个括号 对吧 跟这个是对应的 这个传这个参数的一个括号 然后呢一个箭头 然后呢一个括括号 就这样就完事了 懂意思吧 我们看一下 箭头函数跟普通函数表面的区别是什么 表面的区别是 这个箭头我们的箭头就省去了 这个这一个方式对不对 然后呢在中间这里添加了一个箭头 对吧 所以看起来是这样的 这应该没有它的问题吧 箭头函数对不对 箭头函数 然后这个就换了一个写法 懂我意思吧 大家应该练习一下 然后就习惯了 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说传有两个传说 A跟B 对吧 然后呢return A加B 这应该没有问题吧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作用 ADD 是不是一个箭头函数 跟之前写的不太一样 对吧 因为它这显示就是一个箭头函数 让那ADD去添加1跟2 反应结果是3 完全没有什么问题对吧 就是换了一种写法而已 当然不要觉得特别头疼 但是啊 还是会有值得头疼的一些地方的 比如第一点 我们把这一个回调函数改成箭头函数会怎么样呢 应该这么写啊 咱们对比一下 AR2等于AR2.filter 然后对吧 里面都是箭头函数部分了吧 没错吧 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可以这样 然后 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我们首先把方式给省掉对不对 把方式省掉剩下什么呢 剩下value了 然后 画货号 再画货号跟这参数列表中间呢 加一个这样的箭头 对吧 然后同样 if value大于0 然后呢就可以return true了 这个代码呢 也是没有错的 对吧 只是把函数稍微 把这箭头函数改了 稍微改了一下 AR2呢 也得到 也能得到结果 然后我们再讲 箭头函数的下一个特点 如果只有一个表达式的话 这个 画括号 对吧 是可以省略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要这样 我们要console log一下 a加b 对不对 没有报错吧 对吧 这只有一个 这只有一个 这么一个值 然后呢 咱们试一下 我写多了 对吧 只有一行代码 好 我们试一下 示范圈没有问题 然后add 1 2 是返回了3 这么一个结果 对不对 这就开始头疼了 咱们可以把画括号省掉 再接下来 我们可以怎么样 如果只有一个参数的话 可以把括号省掉 比如说咱们把参数省掉 只剩一个a 可以吧 然后咱们可以把这个括号为省掉 a箭头console log a OK 这有点懵对吧 比如说1 完全没错吧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这里写的什么 flet x指向b.hasx 对不对 另外需要说明一点 如果没有写任何东西 这个值就会是返回值 OK 比如说a乘以2 这个会是返回值 add1 反过结果是2 对不对 就相当于你直接 存入一个参数 然后通过试纸去运算它 直接返回了这个值 OK 这点应该没有问题吧 所以刚才我写里登那个 写错了 对吧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就是箭头函数的一个特点对吧 咱们把这个函数精简的就剩这么一丢了 咱们再回头反过来 把这个函数反向的精简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代码写一下 哇 intersection 是intersection吗 我看一下 intersect对吧 等于一个什么呢 new set 首先先把构造器写好 那在构造器里面呢 我们要首先把这个a给解构 对不对 点点点a解构了 解构成数主之后 就能调用它的friot方法了 调用friot方法之后呢 咱们可以在里面写一个function 写一个function里面呢 有一个参数x对吧 是里面它里面的某一项 然后呢return b.has 我们想想原理是不是一样 原理它的原则都是一样的 a存在 对吧 且b存在 因为我们这里会筛选它 筛选什么呢 如果b存在的话 是不是才会返回处 对吧 所以最后才会 添加到这个大数组里面 作为这个set这个构造器的参数 ok ok 咱们进一步精简代码 首先把function去掉 然后呢 把这个换成见头函数 然后下一步再精简 把这个括号去掉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参数 然后下一步再精简 因为我们只有一行语句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一个括号跟return都去掉 就是这个式子了 ok 这应该会有一点点难受 对不对 会有一点点就是难理解 但是咱们学了一个新的东西 叫箭头函数 以及它的一些特点 好 我们看一下结果怎么样 intersect 对吧 23 就是它们两个共有的一个元素 这个就是它们的交集的一个操作 然后同样的例子 你应该想一下怎么去写并结 然后我们想一下difference应该怎么去 就是它们的差级应该怎么去操作呢 new set 对吧 前面应该是一样的 咱们要新建一个set 解构这个a 解构a 然后呢 同样肯定要用到filter 不要问为什么 然后呢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那就不方便大家理解了 它挑选的条件是什么 如果 就是这个新结合里面 a有的话 对吧 a有b没有的一些元素 放到里面来 就是 应该这么说 哎 我有点 我都把这个给绕蒙了 应该是这个对吧 把a中 b存在的放到里面来 这挑选的条件是什么 是b没有它的 所以呢 刚好结果是 非b.has x ok 应该是这样对吧 这东西挺烦的 因为它 不算很难 但是零零碎碎的 又非常的多 好 咱们看看difference 对不对 答案是1对不对 说明呢 这个插截的操作呢 也是一样的 对吧 咱们通过es6的方法 更简便的代码去实现了它 好了 讲了那么多 终于咱们要讲最后的一些重点了 这个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set和这个vickset的一个区别 这个啊 这个set和vickset的一个区别 它们的区别在哪呢 就是set它是一个强引用 vickset是一个弱引用 首先你要理解这个概念 要从引用开始 对不对 要讲引用呢 就得从js这个内存回收机制开始说起 好 现在我们把我们的程序想象成两部分 一部分呢称之为内存 一部分呢称之为变量 OK 就说比如说我们 这个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挖一个 obj 等于name 为测试 可以吧 就是我们分两部分 这是它的变量 这是实际的一个值 对不对 这是实际在内存里面的一个值 懂个意思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那为什么要这么分呢 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这样 挖一个新的值 比如说c 等于obj 然后obj 等于no 请问c线什么 c线是不是 仍然是这一部分 对不对 那obj还是这个吗 obj已经是no了 对不对 已经是一个新的值了 但这一块改变了吗 这一块并没有改变 但是呢我们 用了另外一个变量来代表它 对不对 那obj不代表它已经没关系了 它代表别的也没关系 基于这一点 那么我们看一个情况 假设我们内存中存储了这么一个对象 对不对 然后呢一开始我们的obj是指向它的 后来 我们 obj指向另外一个值 比如说原本是这样的 obj 等于一个对象 对不对 这个对象有内容的 有内容的 然后后来我们令obj 等于no 请问这个对象去哪了呢 这个对象 它的结局什么样呢 因为 首先 没有人继续会用它了 对不对 没用了 应该这么说 没有人用它了 第二个 应该说 它的 没有人用它之后 我们可以怎么列 就是它这一块 是不是没用了 就是内存可以回收了吧 对不对 比如说 你在饭店吃饭的时候 你是服务员 对不对 你看到这个桌子有人吃饭 这个桌子呢 没有人在吃饭了 对不对 空的 空的桌子 然后呢 他们上面同样摆了可乐鸡翅什么的 但这个有人在吃饭 这个没有人在吃饭 那么你作为一个服务员 你应该去回收哪一部分呢 当然是回收这部分 没有人在吃饭 那个桌子的东西 对不对 因为你把这块腾出来之后 还会有别的客人要来吃饭 就是一样的道理 OK 就说我们 当某一个 内存中的 对内存中的 数据 没有人引用之后 比如说咱们 一开始令obj等于他 后来obj指向了now这个新的值 这块没有人引用他了吧 那么 他失去引用之后 他将会被 这个垃圾回收机制 直接回收掉 把这块内存回收了 就是说把里面的数据清除 懂意思吧 然后呢 然后呢 以便以后 对吧 你再写别的数据进来 这个就是 js的一个 内存回收机制 这么一个内容 OK 就说任何东西 要在内存中常驻 应该怎么办 应该有一个引用 什么意思呢 如果在这个代码之前 就是我们令这个obj等于now之前 就这个还没有失去引用之前 我们令c等于obj 对吧 哇 c等于obj 那相当于什么概念 相当于我们又来了一个变量c 这个c是指向obj的 对吧 虽然你这个b这个 你obj obj不指向他了 指向now了 但c还指向他 那么他会被回收吗 那相当于什么概念呢 你看到有个人在吃饭 对吧 然后呢 他一个朋友来了 对吧 跟他一起吃 然后他先走了 他朋友还在吃 那么你去把桌子收掉 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 对不对 因为桌子还要用的呢 对不对 虽然这样的朋友 大家不要交啊 这朋友太坏了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这一点 我们任何这样的变量 这样的内存里面的数据 失去引用之后 都会被回收掉 桌子会被清空 懂意思吧 这就是他的内存回收机制 然后接下来 我们看一个问题 set叫强引用 vickset叫弱引用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先不看这边 先不看这边 咱们就看这里 像刚才的例子 object原本指向这一块内存的 然后后来呢 被指向了now这块内存 OK 他是不是失去了引用 对不对 但是如果 比如说这obj是这个 好吧 对啊 这一块是内存 OK 是内存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变量 对吧 咱们把它分为两部分了 后来我们怎么办 给这个set 添加 把这个obj添加到set里面来了 对吧 给set添加了obj 这时候 就给 这个obj 给了他 这一块内存 注意啊 不是这个变量 是这块内存 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set add obj的时候 实际上添加是什么 实际上添加的是add 那个对象 对不对 那个对象 实际上是那个对象 懂意思吧 就相当于给这个内存 加了一块引用 是set给的 OK 然后我们接下来令obj等于闹了 OK 这一块还会继续保留 为什么 因为set仍然保持了对它一个强引用 懂意思吧 我们看这句话 左边内存的object失去了变量obj的引用 但是set的强引用还在 这内存不会被回收 那怎么会被回收呢 直到你需要删除set中的值的时候 就比如说set 点delete ok delete它的时候才能够把它给回收掉 对吧 这是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需要注意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这个叫weekset呢 因为它是弱引用的 弱引用的话 就是说它不对数据强引用 清空后就无法访问了 咱们看 这里我用了一个虚线来表示 大家注意到没 就说它像 它实际上没有引用 那如果这个时候 你让obj指向了别的地方 这块直接就被回收掉了 那么你的weekset呢 也不能访问到它了 ok 这是它们的一个区别 好吧 它们的一个区别 所以呢 如果你要求是非常灵活的使用set的话 最好是用weekset 因为呢 这样的话不会浪费太多内存 如果你把一些东西放在set里面 然后又忘记在set里面删除了 然后你的内存呢 会一直暴涨 对吧 一直暴涨 那你用weekset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对吧 这是它们俩的一个核心的区别 好了 这就是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集合的一些问题 从我们的最开始集合的一些概念 讲到集合一些操作的实现 再到集合间的操作 对吧 并交叉这三种操作的实现 再到es6里面的数据结构 set和weekset 再到用es6去实现 交集并集插集 给大家带来一些es6的新内容 然后再到后面 我们讲了set和weekset最大的一个区别 好 这就是咱们这个全部的内容 相对来说会长一点 但希望大家能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 staff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pew couple alam ãy comprend confin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